明星作为公众人物,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,有很多明星经常要出外国参加演出和拍摄活动,他们的形象更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形象,爱国情怀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,今天就来为大家说说这几位爱国的明星,大家都知道韩红在大陆歌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,韩红的唱功也是数一数二的,韩红不仅唱功好, 而且在公益事业上也十分的热心,韩红更是用实际行动去帮助有困难的人,当年韩红在看完《精灵十三叉》这部电影后,便立刻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话,中国人永世于你为敌,别当中国人民解放真实闹肿,我发誓现在起不在用你们的产品。 这段话被发出之后,许多网友都纷纷为韩红的爱国王,另一位要说的便是周星驰大家都知道,周星驰可谓是香港影视圈的喜剧之王,但是大家在观看周星驰所不少的作品中,都会发现周星驰在电影中,对日本人的羞辱和鄙视,因此周星驰非常让日本人讨厌, 在一次周星驰出席东京的商业活动中,直到到了主办方的挑衅,日本主办方说话非常的难听,为此周星驰当众霸气的回应,中国人不惧怕任何人的挑战和危险。 此话译出许多网友纷纷为新驰,更感叹真不愧是新驰。 李连杰在一次发布会中记者忽然,谈到了南京大屠杀的问题,在座的一名日本女记者突然调戏的问到蔡依林, 你们中国人老说,被杀了三十万人,难道你们有输过过吗? 当时蔡依林被问的十分尴尬,李连杰当即回答,我们是没有输过的。 难道你们日本妇女被美国大兵强奸后,还要问他们是否会有快感吗? 李连杰的回答真是大快人心,黄梓华是一定要说的,可能许多人对黄梓华这个名字并不熟悉, 但是他在粤港澳地区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,在二十三届金像奖颁奖典礼上,这个典礼是全球直播的典礼,黄梓华却说出了一段话震惊全场。 黄梓华在金像奖典礼上说,圆岛大帝,如果你回日本,麻烦你和你们的日本人说一声钓鱼岛是中国的。 这句话在直播播出后,黄梓华便直接遭到了日本的封杀,甚至受到了日本人的仇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